美国扬言会报复ISIS-K之后 马上采取行动 出动无人机 击毙了两名非常活跃的 伊斯兰国成员 不过五小大厦不愿意披露 被击毙者的名字 目前也不清楚 这两名ISIS分子 是否直接涉及 科布尔机场的恐攻 而距离撤退的期限 31号已经越来越近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当地局势仍然极度危险 未来24到36小时 极可能再度发生恐怖攻击 国安单位也指出 接下来美军撤退 将经历最为惊险的时期 事实上CNN的记者 在恐怖攻击两个礼拜前 就专访了一个匿名的 ISIS指挥官 他表示他可以指挥的成员 就有600人 目前在塔利班的队伍中 低调活动 但是一直在等待机会 发动攻击 没有想到一语成诚 而在各国撤退进入尾声时 首都科普尔27号 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响骗整个城市 后来证实是美军 爆破科普尔机场外 最后一座中央情报局的基地 老鹰基地 确保其中的设备 以及资料 不会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老鹰基地是一个 庞大的情报中心 在过去的20年 是牵制塔利班的 主要力量之一 但是现在却必须自我了断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